。 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的話我們如果旁邊有夥伴的夥伴 可以幫你的夥伴來做 那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自己做 所以我會示範這樣 那這是我在SYTAMA裡面 我們會做一個東西叫做STEM Massage 就是我們在武術練習的經驗 如果有一些創傷受傷的話 我們會利用這個方式來幫助我們 從那個練習的過程中走向健康 因為武術你知道嗎 或多或少那個打來打去 也許會有這個偶欽引迴 或是因為對方的攻擊太猛烈 殺氣太猛烈 會忽然間嚇到 那在俄羅斯武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小小技巧 在星星的療法裡面 那我們有一個類似的技巧 叫做羅伯技巧 那它跟雅力三大技巧 然後弗仁克斯 以及羅伯技巧 號稱深型三大技巧 剛剛我帶領各位做的那個PushState 它事實上是利用 雅力三大技巧的概念來做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中型手 以及祈禱手 都是弗仁克斯技巧裡面 所會去使用的 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 由羅伯技巧會用到的 精英模的放手 所以我們會邀請各位夥伴 可以想到有些 像你放手有點困難 那我們可能就直接做個示範 因為時間上也有點壓力在 不要不好意思 另外各位夥伴 我先示範我們的單人做報告 我想請各位可能想到 或者建議最近有點壓力的事情 譬如說 疫情什麼時候落續啊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造疫苗 或者是今天 針對某些工作上面的狀況 或有多少的壓力 那我想請 至於你最近 你最近壓力的時間 想到的話 大概身體的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是一個 你們想要可是會出現的狀態 那可能是一個叫我 正式做了症狀的狀態 那可能是一個 你想要可是會出現的行為 或者是情緒 那我今天先請 是你幫我們幫我們 幫我們幫我們做一個示範 你不用講事情內 你在想到你的事情中生 這也是 這也是你的 這也是你的 左邊斜方子 雙人的話 我們會這樣做 因為為了方便大家看到 他的一個 肌肉的狀態 我們需要讓大家看到一些 這邊是他的 當自己想到那件 太舒服的事情 他那邊會比較長 大家可以看 可以更仔細的看到這一塊 如果說我今天觸碰到的時候 他大概觸感表現會像這樣子 我們今天的手感上面來說的話 請各位 會像這樣子 OK 好 那在正式操作之前 我想請各位先把 你的手放在 你的另外一隻手上面 像我這樣放著 那感覺一下 你用什麼樣的力道 可以讓你的手 皮膚 會被這樣拉成 而不會動 用力壓到裡面的肌肉 只要皮膚拉成就可以 只會拉到皮膚 你不需要太用力 放上去的時候 你會輕輕的動到你的皮膚 這是很重要的基本手感 那你會發現到我只有皮膚被動到而已 我不會拉到肌肉 拉到肌肉有點像這樣感覺 用力按下去 你會發現到我壓得很深 那起來的時候會看到 這邊有一些壓痕 這樣就錯了 請你放到上面去的時候 輕輕的拉扯到皮膚的皮膚 在這邊嗎 看得到嗎 Vincent有看到嗎 可以 好有一個紅色的標記 如果按冷身 它是一個壓下去 像壓肌肉的感覺 你會發現到會有光影在 它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現在要做的是 把手放上去 你手指頭也可以 或者是手掌也可以 輕輕的 只是 拉動到 皮膚就可以了 輕輕的拉動到皮膚就可以了 好 這是我們基本的手感 就你的位置在這邊 對嗎 你要隔著螢幕來看 所以會容易上 OK 我們可以先輕輕的拉動 自癮這個部分的皮膚 確認它現在 在症狀出現的時候 它大概是這樣的觸感 好 那所以自癮輕輕的我說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 所以 這個症狀它在這個位置 我們建立連結之後 定位完之後 我們會邀請它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你 歡迎你來到這個位置 因為你的出現 對症狀 以及你而言 都一定非常重要 有一些事情想提起 提醒症狀 你不用告訴症狀 任何事情 沒關係 而我現在 想跟你聊一聊 感謝你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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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我們把我們的手 稍稍地去做 前後左右的一個移動 不需要太用力 而各位可以看到症狀 在它被我 被我拉動的時候 它不是像 這樣子 在不舒服 我們會 蚊子是輕輕的放著 藉由皮膚的拉動 你會發現到 我拉動它 它上半身 以及它頭部的晃動 這是很輕的 當我們確定可以拉動它全身的時候 或拉動到它大部分的 上半身的頭部的時候 我就會給它 朝向一個方向 可能朝向它的頭的方向 稍微做一個拉扯 然後就定位 就定位之後 你會發現它皮膚會被 會有點緊繃 接下來我們就觀察 是你的發生的一個表針 當你發現到自己 或是你的夥伴 它會有點想吞口水 或你發現它身體變柔軟 手上壓力變少 你就可以再往下面 先抬起來一點點 現在放上去 你會發現到 有另外新的感覺會出來 也許會緊繃 同樣的按照剛剛的過程 可以左右去測試一下 以剛剛講它的前後比較緊 我已經鬆開了 現在變左右的話 只要往邊拉一下 所以不需要去動它 只要定住 然後再次的歡迎它出來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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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的到來 然後我會發現到 它這部分的肌肉 以及皮膚 開始變得柔軟 變得放鬆 所以它很簡單 如果雙人做的話 這樣做它可以幫助我們去探索對方的身體的狀態 然後因為筋膜組織本身它是一層一層的結構 所以當我們放鬆完一層之後 它會出現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 像我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我一邊 我想到已經不在說過的事情 或可能把我脖子先變向一邊之後 我把我的雙手的骨氣往往邊拉 拉扯之後我們會有一個緊繃感 然後不是用力的壓 它是直拉扯皮膚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只是等待 同時我們可能說出來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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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的到來 你對我們 你對我們的存在一定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放鬆 保持你的呼吸 過程中間盡可能不要憋氣 那你會發現到手上的壓力會很減輕 你就可以稍微動不動 轉一轉的脖子或動動肩膀 馬上是你可以動動的肌膀 享受一下 那所以這個可以幫助小朋友 也可以幫助你們的伴侶去做一些事情 來幫助它舒緩它的那個身體 那甚至是你們如果說 手感覺得症狀不到 那很簡單 就是 戳熱你的動手 然後只是放在它的 半顧就可以 放在它的症狀手在位置 那症狀做連結 單全放著一樣會有效果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能量是會互相交流 那請各位記得唯一一件要做的事情是 你只是保持你的呼吸 而且放掉那一個想治療它的想法 我們幫不了任何人 我們也治不了任何人 我們只是給它給予相對的支持 我們剛剛只是把筋膜稍微拉開 他發現到有人注意到它了 那我們內在前一世 以及身體就會自然地發揮它 所以這個技巧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有前面的呼吸 前面的感受 同時願意跟對方做連結 連結到它的症狀出現的位置 定位它的位置 同時講我們的神奇語句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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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到來 你的到來 對我們而言 你的症狀 就會有效 有沒有很簡單呢 所以就是我們最後 要跟大家講的 如何誠誠地剝開這個症狀的情緒 它會誠誠地上來 它不會一次地解決掉 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地跟自己的身體做探索 不斷地跟對方的身體做連結 來讓我們的情緒 讓我們的一些 甚至過我們的創傷 我們得到一個所謂的評估或療癒 這所有的都是自癒 自我療癒的過程 OK 好 那所以 呃 事情動一動 那做完的話 做完的夥伴 我想告訴你們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喝水 吃水 煮 吃水 ve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